许多人选择自杀 他的内心是充满绝望 没有盼望的 更重要的是 他们不觉得人生有意义 如果我们 我们常常说 不要讲大道理 人活着就是活着 人生是没有意义的 其实人生的意义 对我们活命是很重要的 所谓的许多的大道理 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 所谓许多的大道理 是我们生存的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帮助 如果说 我们人生没有意义 那么一切都是虚空的 一切都是没有价值的 你在极度的痛苦当中 你不会有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就算你有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如果人生没有意义 那你活下去又怎么样呢 我们实实在在要去思考人生的意义 我为什么要活着 我活着 我在这个世界上之后 我要到哪里去 如果我们在自己的苦难当中 哪怕是将自己心中的痛苦 喊出来 有其他有苦难的人 就会看到 原来我并不孤单 很多的人跟我一样在苦难当中 如果我们想到我们的苦难本身 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本身 我们可以给无意和犹豫当中 给同样有患难的人有一些帮助 这就是你的价值 这就是你苦难本身就有价值 很多人觉得说 我自己是活着是毫无意义的 我只是为了别人而活着 不 神给每个人的个体 都有他生命的意义 就算你的周围没有一个人 就算所有的人都轻看你 就算所有的人都抛弃你 你仍然有意义 你仍然有价值 你的价值就在于你是人本身 我们常常觉得这个人很有名 他很有价值 他给很多的人带来了帮助 那个人很很有钱 他帮助了许多的人 哎呀他真的有价值 可是我的人是没有价值 因为我不能帮助别人 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能够很自尊的 很严肃的 很认真的活着 你就有价值 你就有意义 因为你的活着 见证了 人是高贵的 你的活着就见证了 生命是高贵的 你的活着 你单单你的活着 你就见证了 生命不可以轻易被践踏 被消失 你的价值 还在于 因为你是人 是上帝 按自己的形象 样式 所造的人 上帝爱你 你的价值还在于 主耶稣为爱你 爱你爱到一个程度 爱你爱到死去活来 爱你爱到钉在十字架上 为你的罪 在十字架上死去 三天以后 从坟墓里复活 他是为了你 你说 哎呀 都是保佑那些 宗教信仰的 不 只要你是人 主耶稣的宝血 就是为你而留 只要你是人 你哪怕世界上 所有的人都不存在 只要你一个人 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主耶稣还要为你而回来 这就是